开始以前我们有一些简介 特别是中堂广道系列 过去的六月至上周 中堂广道系列主题是什么 记不记得 夸代的祝福 好啊 感谢神 从旧约圣经的人物 亚伯拉罕 亚国 以撒亚国到大卫 甚至乎大卫的后代 看到神的祝福从没有停止过 给地上的人 一代一代赐福给以色列文 这份祝福不单单给以色列文 更加给到我们 今日新约时代的众信徒身上 所以承接这份祝福 由本周开始 中堂广道系列将会从以忽所书 去了解神赐福给教会的奇妙之处 我鼓励大家 鼓励弟姐妹 如果你可以出席中堂的广道 我们一同学习以忽所书里面 神如何赐福给教会的奇妙 和回应神的恩惠 我们开始讲道之先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阿伯父我们献上感恩和赞美 求你此福以下时间 让所讲所听的人同蒙祝福 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参与 崇拜 敬拜你的圣明 愿你此福以下时间 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移民呢 你不需要举手 可能心里面也已经想过 我也有想过 因为我的家人都问过我这些问题 在过去几个礼拜 不约而同 有不同的朋友都问我 会不会移民 可能因为近期都是国安法的实施的前后 人心有一些改变 一些朋友他们移民的目的 最主要是希望为了子女读书 甚至乎自己退休 有一部分就因为担心 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 未到五十年就变了 他们希望为未来作出打算 不知道这一个是否你心里的看法 但是我想到这一点 究竟圣经里面有没有讲一国两制 有没有 大家很疑惑 我可以说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圣经里面讲的一国两制 并不是香港的一国两制 而是神国里面的一国两制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 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 他说天国近了 你们要悔改 主带给我们的是一国 这个国是天国 神的国 是地上任何国家都没办法比拟的 而神的国里面有两制 就是慈爱和公义 这两制的基石是借着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之上所立定 不单单五十年不变 而是永恒不变 是神级的一国两制 今天我们会从二福所书 第一章一到十四节 去看看神国的一国两制是如何 经文显示在powerpoint上面 因为大家都没有简介 我邀请弟兄姐妹 我会先读第一到六节 之后请大家读七到十二节 最后我会读十三到十四节 请听我先读一到六节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住在以忽所 在基督耶稣里忠心的圣徒 愿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神 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是应当称重的 在他在基督里 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 分次给我们 就如创立世界以前 在他在基督里 简选了我们 使我们恩着爱 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 他又按着自己 旨意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得以子的命分 好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重赚 这恩典是在他的爱子里 赐给我们的 请大兄姊妹 祝我们知到他旨意的荣耀 到了所计理的时机成熟 就使天上地上的男人 都作为基督同贵与人 那奔着自己 旨意所逼入的 我们是 看得他自是所爱的 亦对我们在基督里得记 祝他恩典的荣耀得着重赚 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 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作为印记 这圣灵 是我们得基业的憑据 直到神的产业得熟 使他的荣耀得着重赚 谢谢大兄姊妹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 大使命和大戒命 如果你回了教会一段时间 或者看过圣经 你都应该知道 今天不需要你去背诵 因为有power point 大使命 我选了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节 那里讲到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 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伦舍如同自己 这个是大戒命 大使命是哪里 马帝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这个大使命和大戒命 我相信大家都略识一意 甚至乎有些大兄姊妹 懂得背 但是我想问 教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你懂得大使命和大戒命 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人会说 教会是遵行大使命和大戒命的地方 是一班基督徒去遵行 这两条核心的戒命和使命 如果你这样答的话 我说你答对一半 教会向世界上面的目的 其实是什么 荣耀神 荣耀神 哥伦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 这么说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作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我们要清楚做事的目的 如果做事的目的不清楚的话 会引致什么呢 会引致错误的后果 很多时候 我们处事的方法都会一样 每个人做事的方法 可能有不同 但如果你做同一件事 可能处理的方法都是一样 但处事的目的不同 就算你处理同一件事 最终都可能因为目的不同 而好事变成坏事 举个例子 如果你 你赚钱为什么呢 赚钱为什么 突然间心里面 有很多想法 有人说 赚钱就是为了享受 没错 享受就是你的目的 也有人说 赚钱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 这样改善家庭生活 就是你的目的 又有人说 赚钱是为了奉献给教会 奉献就是你的目的 这些都是你赚钱的目的 在社会上面赚钱的目的 五花百末 没有对于错的 因为没有标准 都是见仁见智 但是教会不同 教会有圣经做标准 教会在地上的目的是 荣耀神 我们知道教会的目的 不要忽略了 如果教会没有做朝向 荣耀神的方向 无论我们做多少个服事 守多少个戒命 其实最终都好像 旧约的法利赛人一样 本末倒置 提后三章五节 这么说 他们有敬钱的外表 却背了敬钱的实意 主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时候 他提醒了我们 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四节 主耶稣说 如果我荣耀自己 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 那使我得荣耀的是我的父 就是你们说 是你们的神的那一位 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 也都谦卑地将荣耀归给父神 作为圣徒的我们 应当服侍 服从耶稣基督 因为国度权并荣耀 全是主的 直到永永远远 犯犯去以课所书 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 正正被监禁 就是囚禁在罗马 保罗知道自己离世的时间不完 即是就快死了 他仍要将基督的真理 教导给教会 写给以课所的教会 担心教会不清楚 忽略了这个真理 所以他在一章里面的一开始 保罗就教证了我们的焦点 讲到明教会的目的 是为荣耀神 在经文的第一第二节 刚才大家读的时候 是问安语 保罗一开始向圣徒问安 之后第三到十四节 其实是一首赞美诗 特别在第三节一开始 希腊的原文一开始是一个 Blessed 即是什么意思呢 在新语本翻译为 清重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是应当清重的 另外 经文的第六十二和十四节 会分为三个部分 将它划分了 每部分最后一节都讲到 祂使祂的荣耀得着重赞 荣耀神 荣耀神是教会的核心目的 那我们要问 如何去荣耀神 为什么我们要荣耀神 去重赞神 答案很简单 去实施一国两制 圣经里面启示了给我们听 神是三一的神 有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个位格 一位神 刚才刚才看大使命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一个名 去为圣徒施势 所以这个名 在原文里面是单数 所以圣父 圣子 圣灵 是一位神 一个名 以乎所书 更加明显地 告诉我们听 圣父 圣子 圣灵 不单单是一个名 他们在救赎上面的工作 如何分工配搭 象显示了神的合一关系 我们的主 是合一的主 所以当我们去研读 以乎所书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的神是三一的神 是一位合一的主 他们互相配搭 去赐下救恩 第一部分 一到六节 我们愿圣父的荣耀得着重赞 因他 拣损我们 借主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彰显神的慈爱 圣父是慈爱的 这些经文 可以给你作为参考 因为大家都没有那个章程 在第一节里面 保罗讲到明 他是奉神 指以作基督耶稣的使徒 表明了他的身份 和权柄是来自神的 不是保罗去选择这个工作 而是神的神圣指派 神的呼召 他以使徒的身份 写信给耶稣所的圣徒 特别 在这里我们看到 他如何称呼耶稣所的圣徒 中心的圣徒 弟兄姐妹 你已经信了主 或者在座已经有信了主的弟兄姐妹 你是不是圣徒 当我问大家 你是不是圣徒 你的心里会怎么想 我看到有弟兄姐妹 项头是 没错 你的确被称为圣徒 我们有时候被称为圣徒的时候 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为什么 我们内心都有些污移 有些不配 不配的感觉 如果你有不配的感觉就对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配 我们里面有污移 但是神仍然称呼我们为圣徒 为什么 因为神是圣洁的 他跟我们连洁的时候 他将神的心意 摆在我们里面 所以神是圣洁 我们被称为圣洁 因为怎么样 尖神的光 不是我们有多聪明 所以尽管我们里面 不结症 但是神是圣洁的 我们都被称为中心的圣徒 神期望我们 个个都是中心的圣徒 是可靠可信赖的人 比如如果你有个儿子 你的儿子很乖 你想他变乖 你会怎样称呼他 你应该叫他乖子 学好一点 千万不要叫他乖子 你叫他乖子 他真是乖给你看 特别 时下的乖子 你应该怎样 给他有一个称为 很清楚 在你心里面的称为 所以一个人的品行 无论好与坏 他总有神的形象 当中 如果能够循循善有 他明白神是有恩典 有真理 满有慈爱的神 是诚实和公义的 他有一天 当他回转过来 他就会明白 原来我是一个父神所爱 我是父亲母亲所爱的儿子 其实教会都是一样 教会是一帮 回转了的乖子 乖女去组成 我们过去都可能是什么 乖子乖女 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 是什么 圣徒 有神和我们同在 如果你记得 圣经里面 浪子的故事 当父亲面对犯了罪的儿子 他回转 认罪悔改 回来的时候 父亲怎么样 父亲动了慈心 走过去抱着儿子 连连和他亲聚 甚至叫博人 将他的袍 披上 将他的戒指 戴上 将鞋 给孩子 给儿子 穿上 甚至乎 汤牛 去和他 欢喜快乐 庆祝 如果你还记得 父亲 说了一句说话 他说什么呢 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 父亲的爱 无微不至 今天 父亲仍然等待 自己的儿女回转 在父的眼里面 无论儿女如何 总是父所爱 所以 孩子 儿女 回转 我们在神面前 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在神面前 所蒙的月纳 不是凭着 义的标准 是凭着 爱的标准 父亲的荣耀 是配得重赚 因为他是慈爱 当教会的弟兄姊妹 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会经常听到 他们引用大使命 他提醒自己 甚至乎提醒别人 会怎样 神是爱 主耶稣爱你 神爱你 还有 我都爱你 这个就是 神的爱 一路将它传开 不要停止 我们要重扬神的爱 要常常挂在后面 提醒自己 提醒人 这个就是 我们 有神的爱 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我们就能够 活出 传扬出去 但当我们 传众神的慈爱的时候 难免有一些人 他们会不认识 他们会说 我感受不了神的爱 如果神爱我 求你 帮我搞定卡数先 如果神爱我 求你 让阿珍嫁我 我真的认识一个弟兄 他爱人叫阿珍 让阿珍嫁我 如果神爱我 我求你 所以 我们会有很多条件 将它放在爱里面 这些交换 其实不是爱的真意 人感受不了神的爱 其实是因为 人心里面盲了 被这个世界的事物 遮蔽了 因为这个世界 都充满了罪恶 看不到神的爱 我们去到第二个部分 特别留意 我们 你的面向 礼堂上面 有一个什么 十字架 你尝试看一看 这个十字架 定睛看着它 你会想到什么 看着它 在你的脑里面 浮现了什么 不要看这个十字架 简简单单 两条木 搭着 它代表了 神和人 人和人的复和 中间有 主耶稣基督的摆上 当小博 每次望到 这个十字架 我都会想到 自己是一个罪人 是因为 主耶稣基督的拯救 今天 才有新的生命 能够去服侍主 所以当我们明白 耶稣基督 他写身 藉着他补血 洗净我们的救责 过犯 洗脱我们得救责 将映着什么 神的公义 在经文的第七节 恩着父神的爱 我们在他爱子里 借着基督的血 蒙了救责 过犯得到赦免 自从人类 始终亚当犯罪 神和人的关系决裂 人被罪遮蔽了 活在困苦的世界里面 你打开新闻 或者看电视也好 每日罪恶无日无之 因着金钱 权力 性 自我中心的泛滥 不单单破坏了 神和人的关系 人和人的关系 都被破坏 我们被罪污蔚 不断地洗测 求神原谅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但因为神是慈爱 祂爱我们 不愿意看到我们沉沦 希望拯救我们 但又 我们的神是一位 公义的神 而的标准是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所以一边是神的慈爱 一边是神的公义 两样点取捨 有没有人可以救到你 在人是不能 在神 凡事都能 唯独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答案就在他里面 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神 亦都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在神和人之间 成为中保 建立了这条桥梁 使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 回到父神的国里面 主耶稣基督 按圣经的应许 主会两次到来地上 第一次 又在两千年前 他来到地上成为人 在十字架上 担起世人的罪业 成就了救恩 满足了神公义的拯救 这个是基督彰显神公义的拯救 是怜悯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临死之前 说了一句说话 成了 意思是父神交给他的工作 已经完成了 因着父神的爱 主倾出他的灵魂 流出他的补血 作为赎罪滞生 满足了神的要求 对公义的要求 主耶稣的死被埋葬 升天 揭开了神慈爱的拯救计划 但这个计划完了没有 未完 这个计划仍然继续 责任在哪个 在你和我身上 在一众的圣徒身上 在第十节 主应许他会第二次到来 那个时候基督要彰显公义的审判 基督会按住锁定的计划 到时机成熟 即是什么时候呢 是千禧年 基督再来地上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 主基督将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神要在基督里面统领一切 到时基督就君临天下 带着天君天将来 跟第一次到来不同 第一次主基督到来是怎样 是一个谦卑的仆人 他被人拒绝 被人藐视 被人否认 但是基督第二次到来的时候 将会是至高者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是全与受敬拜的对象 所以当我们去思想基督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到来的时候 我们今天等着什么呢 是等着主基督第二次的到来 在教会被称为教会的时代 教会的时代有谁在那里呢 有你和我 是一众圣徒在那里 这个时代 有主基督做我们的头 教会是他的身体 基督揭开了父神的拯救计划 也都带领一众的圣徒 进入他这个拯救计划当中 目的也都是指得一个 就是什么 荣耀神 使他的荣耀得着重赞 主是配得重赞 因为他舍己身去拯救了我们 教会怎样才可以荣耀主 遵行大使命 我们要荣耀主就遵行大使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日后福音十四章有一节 主基督讲到 有了我的命令 有遵守的 此人就是爱我 爱我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主基督升天的时候 交托给众门徒的大使命 是要我们继续不断地将福音传开 使人成为耶稣基督门徒 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直到主再回来的日子 弟兄姐妹 你有使命在身 信了主 不是就完的了 不是就算的了 你有使命在身 耶稣基督将大使命颁布了给我们每一个圣徒 不要忘记 保罗就是担心我们忘记 他担心圣徒忘记 担心以诛所教会忘记 结果怎么样 他就写了以诛所书 再一次提醒他们 再一次提醒他们 主给我们的使命 叫我们让我们莫忘初心 所以主耶稣 在升天的时候颁布了大使命 不单单颁布大使命 他还赐下了圣灵给我们 所以我们因着圣灵的保守 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应许 得到印记 彰显了神关系的合一 第十三十四节这样说 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 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 一信了基督 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直到神的产业得属 使他的荣耀得着重赠 在第十三节 希腊言文一开始 其实是 in him 在他里面 在哪个里面 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里面 你们听了福音 缺了至信了耶稣 而且 在基督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我叫这个叫做基督徒信主的三部曲 有没有弟兄姐妹信主的时候 没有经历这三部曲的 或者差了一部的 有的请举手 这么好的 真的全部有了 恩福真的好 因为恩福很紧张 每一个我们都应该紧张这一点 如果你未经历过这三部曲 你快点告诉我 快点告诉你 我邀请你去听三幅 将这三部曲完成 不要漏了 漏了就好像一层楼有短桩 短桩要补装 如果不补装 那层楼会怎样 塌 基督徒人生都一样 如果我们有短桩的话 我们信得不清不楚 我们会淋 遇到困难 遇到风吹雨打的时候 会淋 今天很多弟兄姐妹 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甚至乎对教会的不满 离开教会 决裂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有短桩 我们需要补装 经常提醒我们自己 经常互相提醒 经常保守 合以为一的心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这三部曲 是什么 听了福音 信了基督 受了圣灵为印记 你一定记得 你圣徒的身份和使命 因为有神提醒你 不用人提醒你 神在你里面提醒你 因为圣灵是三一神的一个位格 第三位格 圣父 圣子 圣灵 同尊 同荣 同仇 敬拜 每个真信徒都领受了圣灵为印记 这个圣灵印记 在旧约 以尼米书三十一章三节 已经预言了 神会似下圣灵 在圣灵的心里面 在新约也有讲到 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五到十七节 第十六节这样讲 主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要他们所纳的药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写在他们的心上 又要放在他们里面 以后就说 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显 我他们的过犯 所以神已经将圣灵 摆在我们的心里面 圣灵教导我们神的话语 让我们明白神的要求 所以圣灵不单单提醒我们 圣灵也是我们的印记 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属于神 当主基督再回来的时候 圣灵将会使我们重生 使我们的身体改变 圣灵会使我们得神的基业 直到我们再见主的面 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凭据这个字 如果我简单点这么说 你买楼 应该 大英姊妹你买楼的时候 你会给首期的 你给首期的时候 给了首期了 那间楼是不是你的 我见有大英姊妹零头 给了首期了 你给了首期 签了名 给了首期那间楼就是你的了 是你的名 但是是不是完全属于你 未是 直到什么时候 会完全归你所有 给了余下的楼价 你才会完全拥有那间楼 同样地 圣灵就好像deposit 一个预复款 一个憑据 神给了我们 陪着我们 直到我们有一天 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灵魂完全得属 我们完全可以承受神的福气 这个就是产业 我们是神的产业 神所拥有一切 我们总可以享受 我们亦都是属于神 这个就是得属的意思 弟兄姊妹 圣灵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 我们要荣耀神的话 要顺服圣灵的带领 顺服很重要 因为你信服的时候 你就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 圣灵会经常提醒你 你可能会 为什么你做事的时候 经常都有声音 经常都觉得 圣经如何教导呢 想起圣经的教导的时候 圣灵提醒你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对于错 对于罪更加敏感了 另外 不单单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还要知道 圣灵是真理的灵 它会引导我们 明白一切的真理 不要小看圣灵的教导 它会教导我们 如何去明白 圣经里面的教导 因为圣经就是 神的真理 教导给我们 很多时候 弟兄姊妹看圣经的时候 觉得没有兴趣 不明白 不看了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按着 圣灵的感动 按着圣灵的带领 去明白圣经的真理 它就是你的生命 能够带领你去明白 人生应该怎样走 所以 我们不单单 不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 要顺服圣灵 还有我们要结出 圣灵的果子 让我们一起读出 加勒泰书五章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顺实 温柔 折责 这样的事 没有律法禁止 很奇妙的 有弟兄姊妹说 我差一样 神被骂了我 我只是仁爱 没有喜乐和平 我很爱人的 不过我经常骂人 果子都是一粒 但是你是有什么 九个特质 记住 神没有亏待你 祂全给你 只是你愿不愿意发挥出来 九个特质 你们有了 圣灵有了 放在你的心里面 当我们活出圣灵的果子的时候 无论你在哪个地方都好 你必会行出这九个特质 提醒自己 互相提醒 因为这九个特质 证明了圣灵 在你内心里面 近年的社会事件 疫情的发展 其实我们都预计不到 香港社会每日都在那里变 变幻不止的环境 使我们有时都措手不及 不要说家庭 每个家庭成员都面对不同的困难 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 但是我们在困难的日子里面 要更加清楚 明白自己的身份和角色 我们在家里面 你可能是父母子女 可能是哥哥姐姐 兄弟姊妹 但是在教会里面 你是教会的一份子 不要忘记你的身份 你是圣徒 你要做中心的圣徒 有耶稣基督为首 其实历世历代 过去的圣徒 他们都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面 去活出圣结 去活出神的慈爱和公义 去荣耀神 我们要持守神的一国两制 不要搞分裂 可能不好听 但是神的国是怎样的 圣经里面一直都教导我们 要怎样的 要怎样的 合一 听不听到 合一 合一在神的国神的家里面 教会都是 我们在神的国神的家里面 我们要合一 所以我盼望大兄姊妹 在你的心里面 有三一神 尝与你同在 我回应大兄姊妹的移民想法 我会说 无论你移去哪里都好 留下也好 移民去其他地方都好 不要忘记初心 无忘初心 你信主的时候是怎样的 神怎样感动你 带领你 每当行公义的时候 想一想 神的慈爱 这样你就不会变成 自义 如果当你要去爱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 神的公义 因为爱里面有真理 这样你就不会变得 利外 利外 你会害了爱你的人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持守神国里面的 一国两制 慈爱和公义 主必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主必引领教会 当行的路 因为神与你同在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阿宝 我们献上感恩 你是配得清重和赞美的 因为藉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我们得梦够熟 也藉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我们罪得赦免 愿圣灵在我们内心时刻提醒 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带领 让我们在当世 现今的世代里面 成为光 成为炎 成为身边人的祝福 去明白教会的目的 是要荣耀神 愿我们一生一世 荣耀主你的圣明 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 奉救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你带领